随着中国潘建伟团队的首次洲际量子通信项目,入围2018年国际物理学时大进展,量子一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,数据安全得以保证的量子通信和性能超越的量子计算机,似乎离我们也越来越近。 在进入量子化的时代之前,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量子。 随着深入了解你会发现,那将颠覆你的认知,令你无法置信,甚至恐惧。 量子最早是由德国物理学家M.普朗克在1900年提出的。 其定义为,一个物理量,如果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,则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。 并把最小单位称为量子。 通俗地说,量子是能表现出某物质或物理量特性的最小单元。 与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相对应,量子化现象,主要表现在微观物理世界。 根据量子力学理论,物质在微观尺度上,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状态并存的奇特状况,这被称为有效的相干叠加态。 这理念涉及到量子纠缠一词,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听到过这个词。 薛定谔在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里,首次用到了纠缠这个词,其被用来表述两个暂时偶合的例子,不在偶合之后彼此之间仍旧维持的关联这一含义。 不可理解的是,这个仍旧维持的关联不受距离的限制。 不管两者相距多远,如果我们改变其中一个例子的状态,另外一个例子的状态,也会随之改变。 这显然违反在相对论中,对于信息传递所设定的速度极限,也由此被爱因斯坦讥讽为鬼魅般的超剧作用。 正如波尔的那句名言,谁要是第一次听到量子理论时没有发火,那他一定没听懂。 下面我们再通过薛定谔的猫,这个大名鼎鼎的实验,来理解一下量子理论。 实验假设一只猫被封在一个密室里,密室里有食物有毒药。 毒药瓶上有一个锤子,锤子由一个电子开关控制,电子开关由放射性原子控制。 如果原子核衰变,则放出阿尔法粒子,触动电子开关,锤子落下,砸碎毒药瓶,释放出里面的氢化物气体,猫必死无疑。 原子核的衰变是随机事件,物理学家所能精确知道的,只是半衰期衰变一半所需要的时间。 如果一种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是一天,则过一天,该元素就少了一半,再过一天,就少了剩下的一半。 物理学家却无法知道,它在什么时候衰变,上午,还是下午。 当然,物理学家知道它在上午或下午衰变的几率,也就是猫在上午或者下午死亡的几率。 如果我们不揭开密室的盖子,根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,可以认定,猫或者死,或者活。 这是它的两种本征派。 如果我们用薛定恶方程来描述薛定恶猫,则只能说,它处于一种活与不活的叠加态。 我们只有在揭开盖子的一瞬间,才能确切地知道猫是死是活。 此时,猫构成的波凡数,由叠加态,立即收缩到某一个本征派。 量子理论认为,如果没有揭开盖子,进行观察,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猫是死是活,它将永远处于半死不活的叠加态。 可这是微观不确定原理,变成了宏观不确定原理,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猫既活又此违背了逻辑思维。 以我们常理来看,或许这个实验无法令人信服,我们会说那个猫不论何时都是一种状态,要么生,要么死,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 然而这确实是量子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,量子处于叠加态,只在我们进行观察时,它方才坍缩至一个状态之上。 是不是很费解? 甚至听起来很像是违心主义。 或许只是因为现在的我们,还无法探测到那种神秘的力量所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